对于一个国家的军工制造而言 尖端制造不单只导弹 战斗机 航母等高科技装备 一支枪也是这个国家 军工制造尖端成果的一种展示 然而2009年国际狙击大赛 由于强制精度不够 中国选手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 精度上的丝毫偏差 意味着枪支生产水平的巨大差距 一支枪的制造 涉及几十个加工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 枪支最终的精度 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困难 有多大的代价 一定要做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折服三年 2012年中国代表队 带着一款新式国产7.62毫米狙击步枪 在青莹2012国际特种狙击手比赛中 获得17个比赛课目 14个领先的优异成绩 一直以来在很多的影视画面中呢 狙击手于远距离高难度复杂战况下 甚至是千米之外 一枪命中目标的故事 那是层出不穷 那么现如今狙击步枪到底能够精准到何种程度呢 下面我描述的是一系列精彩有趣 而又难度不断升级的闯关挑战赛 说有趣呢 是因为我们设置了一些非常接地气的目标靶 比如说第一关是这颗鸡蛋 第二关是这个竖起的小瓶盖 已经越来越小了 那第三关呢 好像不太容易被发现 是这白纸上的极细的牙签 第四关 您可能看得大一些 是这把刀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这竖起的刀刃 今天呢 其实气温是在零下十度左右 但是风吹得特别的厉害 整个人动得 说实话 我说话不太能够说得清楚 手里面有这样一个小的侧风的设备 风速是每秒钟是十米 应该是六到七级的强风的状态吧 对你的射击会有影响吗 我真的是长见识了 第一次见到被动熟的鸡蛋 来看刚才这颗打过的鸡蛋 当子弹射过这颗鸡蛋的时候 直接是穿过了蛋黄 留下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弹道的痕迹 那这个首先说明今天这一枪打得准 更说明这天确实是非常的冷 包括此刻风在呼啸 我们的各种拍摄设备 也是不停的出现关机的这个情况 但是高晶居依然是闻准寒 最后是什么情况 我看你已经瞄了很长时间了 是不是太冷了 现在天气比较寒冷 然后对我身体的影响 对我手指的影响影响比较大 那怎么样还能继续吗 可以 能继续 打牙签虽然等了很长时间 但他一枪能够命中 真的是说实话超出我的预期了 这个高晶居真的是很准 但是刀刃的话 是看不见的一条线 难度是一次次在升级 人和枪的默契本身 都是一次大的考验 现场经历这样的场景 真的觉得很震撼 来看这个刀口 直接从中间劈开了 上下都没有受到损害 中间豁了一个口 因为刀刃很锋利 直接是劈成了两半这样飞了过去 高精度狙击步枪 探用无损弓弹性能 主要用于特种作战 特别是在城市反恐 解救人质 敌后斩首行动中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精度高 杀伤力强 填补的我国国产狙击击步枪 高精度领域的酷白 弥补了特种作战小队 在敌后作战中 远程火力压制的不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在战场态势 感知侦察力度上提高了不少 特别是在敌后作战行动中 打击敌足标时 能充分发挥一剑封喉 一击毙命 一锤定音的奇效 让我们你看到